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洞色天机》 身边有唐忠信师傅 跟我们谈谈黄大仙灵签 师傅我们晚上跟大家讲的 第一支签的名字 听到已经很厉害了 开天辟地 大家也提到 上清下俗成天地 原来他说是 轻清者是上佛 重俗者是下在 分开天地 而人在清与俗之间 所以天地人三才 我们在中间 他的意思是什么 盆古开天地 就告诉他 他说以啊 以即是你 你欲签求明白事 你现在要问事嘛 对吗 麻烦你把上中下三才 分清楚 你就会明白 那千机就告诉我们 其实是有我们选择的 也有选择的 你做生意求财 财运这支签 就告诉你 你各样要谨慎一点 选择伙计计划 选择客户又好 选择其他合作伙伴也好 总之做到公正 你的财运就会顺顺利利了 如果選錯了 甚麼是選錯了 可能要行小道 行賄 或做這些事 可能就會出事 這是意思的 事業一樣 要小心步步遺形 不能吊耳輕心 不能做劇場派 邊緣人 要選定 一往無前 當然選中正的那方 就沒問題了 至於問其他事 例如問讀書 又有趣了 因為他可以選擇 你吹曲一下 他又會好一點 你不理他 他又會下廁逐漏 自然就會向壞方向 即是靠人為的努力 都可以改變 是的 支簽是讓我們選擇 自身方面又會怎樣 說明自身遮自己 安危會否有甚麼特別 你會有重大的抉擇 選擇適合了 你的路就長順了 選錯了 可以很大件事 但基本上 簽也都是如意外 總之就是立正身做人 正人君子 向善方面的選擇 便是對的 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你打算做壞事 便千萬別遭遇 後果嚴重 家宅也是一樣的 在感情上又代表著甚麼 感情上 既然有得選擇 便先看清楚 未是皆有天成的時間 受考驗再拍一下 即是未有對象 未有對象 便慢慢精挑細選 明白 我們說完這支盆古開闢天地的簽 下一支是53簽 一支忠吉的簽 這支簽的簽民的股市是怎樣的 這支簽是逢戀孟常 曼尚君是戰國時期的齊國公子 以前喜歡養食客 食客三千 鬥食客多 可能比較威風 這支簽名 奉戀分為上客下客 有些高級 有些低級 本來奉戀是下客 是有料的 但因為這麼多人想突出自己 他便做了一些很特意的行為 他便去彈 怎樣彈呢 吃飯時會彈 沒有魚沒有肉 一直彈著 一直唱 這個逢戀是下客 幾千人分上 中 下 但這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誰人懂得有應養 很有志氣 很有本事 他想了一個方法突出自己 希望曼尚君賞識他 他的方法是彈 彈出入沒有車坐 彈沒有車坐 吃飯時沒有魚沒有肉 彈著唱 這真是引起了曼尚君的注意 本來這樣的做法挺恨人的 但他便遇到一個白樂 曼尚君覺得沒有本事的人 便不會這樣做 這樣做反而覺得 好吧便升你當上客 於是彈著盡寬 這個逢戀從此當然有機會發揮 他便會勇心勇命地為了曼尚君 說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求尖求賭 你問財當然是甚麼 名大於利 做食客而已 大於大欲也不會有很多錢 應該是小錢 享受有的 但錢便不會有多少綠袋 對 不優勢 以名為主 利便少一點 但不要緊 你開拓做生意望長遠 這樣便不能做 事業便可以了 恭喜你選對的 所謂以頭明主 找到好老闆 對 找到好老闆 你便要等待時機 主動爭取表現自己 像他這樣 不要躲在一旁 有事是自然鄉便不可以了 所以事業和財都可以 反而事業又更好 但如果問其他事 讀書都可以了 讀書又怎樣 學業好 有貧事 有財能 因緣也是好的 為甚麼 你這麼刁鑽 慢那麼彈 他都會說 是呀…你彈得好 阿星 情人男女出生 對 沒錯 一個怨打一個怨癌便好 是嗎 可以很合格 如果問自身 當然有一些很好的 非常遭遇 不是說很兇險的 那些是吉祥 對嗎 家宅又是 家宅又是人才祭祭 對嗎 很多好事 即使健康病 都無呆 心想事成有甚麼呆 所以這支簽 中吉 我都覺得是吉 這支簽也不錯 就算財運也很多 可以享受 沒有錢落袋也不錯 對啦 不只有一年而已 說的是… 對啦…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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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aoist.tv